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是由根据透明的漫画改变的 故事的情节和传统的赌博电影的发展是差不多的 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已经奔三的男主人公 伊腾开私因为生活所迫 做着无聊的便利员的工作 工资不高还有压力 再加上对财富的渴求 后来认识了一个由天海又西饰演的女人 她给伊腾找到了一个来钱快的方法 就是让她做担保人来偿还债务 最后伊腾被逼无奈 只能走上了赌博的道路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伊腾在登上希望号的赌船之后 还有想要分离一搏的信念 但是却发现有很多和她同病相连的人 紧接着这些人成了奴隶 但是却遭到了主管力穿根 接二连三的压迫 伊腾等人最终忍受不了了 和其他的奴隶决定走上勇者之路 分析反抗 于是就开始了反抗的历程 剧情套路虽然有一点庸俗 没有太多的心意 但是在人物的选择上 没有太多的小鲜肉 主人公都带着一点大叔的格调 可以更好地展现 故事人物的性格特点 也可以更好地反映出 当时不得不赌博的原因 可以说在人物的设定上 还是相对成功的 把那种被生活压迫得 透不过气的感觉 展现得更大淋漓尽致 而且在后来 伊腾等人奋力反抗的情节中 主管惨无人道的虐待 和奴隶们忍无可忍 可以说是整部电影的经典 由精细生动的情景环境 反映出当时奴隶生活的囧态 也是对后来奴隶的反抗 起到了渲染烘托的效果 整部电影没有太多的血腥情节 更多的是 根据现实生活打造的环境 经过一步步的圈套 来展现赌博和人性的丑恶 在场景的设置方面 加上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示 连贯性强 所以总体的评分和票房 也是相当高的 可以说是2009年 数一数二的成功电影了 也是日本在电影界的转折 要说起这个电影看完之后的第一感受 就是对当时赌博骗局的憎恨 其次就是对现实生活和人性的不满 带着一点可怕的气息 虽然没有太过邪恶的道具 但是却把故事的主旨 透露得更有特色 有人说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赌博 当你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并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赌赢了 你的生活就很辉煌 当你赌输了 就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沉重的压力 所以说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要先想清楚前因后果 也是对自己对生活负责 当你感觉命运对你不公的时候 不要人命 或许你的反驳 就可以让你拥有更好的生活 这波电影通过赌博的骗局 让我们了解人生 奋起反抗 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乐月时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